被称为黄金圣女的徐静雷倒还真被莫文卫说中了 那么在近日出席某个时尚颁奖礼的时候 徐静雷也是透露最大的愿望 竟然就是摆脱圣女的头衔 而李湘就是他最羡慕的对象 当天众多当红女星云集 红地毯自然成为争气斗烟的场所 也许是千篇余虑的晚礼服已经让人有些审美疲劳 因此女星们这回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中性装扮 好在这停一下 好 最近深知简出的徐静雷体型圆润了不少 选择保守的西装再合适不过 我自己本来准备也穿想穿西装 然后估计他们送来的衣服也是西装 所以我就觉得很巧刚好 有那种老板的帮了吗 有吧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为什么今天为小龙性感呢 啊 为什么今天为小龙性感呢 性感吗 我穿这么多还性感 那只能说明我从骨子里就性感 此次活动主题是女性成就梦想 而当徐静雷被问及自己的梦想时 答案出人意料 现在还没想好呢 可能以后当一个家庭妇女吧 当晚另外一位女明星也备受关注 她就是刚刚升级做妈妈的李湘 尽管这一年她忙着生儿育女身居幕后 但是主办方依旧受与她年度时尚女性大奖 对于这份莫大肯定 李湘甚至不顾严重走样的身材 盛装赶来领奖 而一份获奖感言也很有老板的方 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我们的第三部电影 应该会是在明年的暑期档 那过完年之后可能就要准备开机了 所以希望每年都有一部非常精彩的片子 呈现给大家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此外道场领奖的还有李彬彬 这位被媒体评价为逢讲必哭的女明星 当晚的发言倒是难得的冷静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当她站在台上 她光鲜的部分是被大家看到的 真的她在背后所吃的苦和付出的心酸 是没有太多的人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不一定要让所有的人理解你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 新娱乐在线 北京报道